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AngryBot实力分析以及游戏发布流程 我是Chanlon老师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期的思维导图吧 那么上一节课的话给大家讲了我们的 发布到网页平台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和一些具体的操作 那么本节课的话呢 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发布到PC平台 就是我们的直接发布到我们的Windows 平台 那么这节课的话呢 发布到Windows平台 其实就是和我们其他的一些大家安装的一些端游一样 不过这个就相当于说我们安装过后的 解压了过后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那么只要双击它会生成一个exe文件 只需要双击那么即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发布到PC平台以及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 那么这个也是所有发布平台里面最简单的一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以之前的那个Angry Bot来转作为我们的一个例子 我们发布到PC平台 同样我们点击File Build Setting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上一节我们是WebPlayer 然后这一讲的话 我们要切换这个地方 因为我已经切换到了PC平台 就是PC Mac Linux这些就是我们的客户端 就是我们的电脑平台 就PC平台嘛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选一下 你到底是发布到PC还是Mac还是Linux系统上面 就三个系统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好 接下来呢 就是选择你的X86是64位 还是啊 就是正常的32位的 好 我们就是正常32位都OK的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Player Setting 之前就是我们发布网页设置的Default Icon 那我们发布出来的游戏呢 也就是这个Icon图片 当然我们可以选一下其他的 有没有比较明显一点的 上级课好像选了没有 我们这个吧 就Angry Bot这个 好 那么Default Courser 我们就暂时不用 然后下面的选项的话呢 基本也和网页的设置都是一样的 只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 我看一下这里哪个地方 对 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Display Resolution Dial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选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选择Enable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发布过后的话 有什么效果 然后我们Build一下 好的 这个地方 我们在新创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叫做Build 和那个Web对应吧 Build ExePlayer 好 然后这样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进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PCBuild Exe 这就是我们的 然后我们点一下保存 然后这个游戏的话 其实内容不多 就是一个这个场景 应该发布的比较快 而且PC的话 应该都比较快 然后发布完了 我们可以去 那个对应的文件夹 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 你这些做好了 包括我们今天刚才做到 做的那些 发布的PC上面的话 相机上面的特效的话呢 基本上是PC端 是肯定能够都能够支持的 发布到移动端的话 这些特效 不一定都能够支持全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发布出来过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我们的PB PCBuild Exe 一个是PCBuild Data 那么这个Data里面呢 其实它就是包含了 我们所有的场景文件 那动画文件 那声音文件 那等等 这些都在这个里面 相对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EXE 这两个文件打包到一起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 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安装包了 然后我们给他解压 解压出来 然后就这两个文件 然后就是我们就可以运行我们的游戏了 好 现在我们就双击一下这个EXE 看一下有什么效果 好 首先这个地方就弹出一个Angry Bot Configuration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Build的时候 当时不是刚才大家选了一个吗 这是Display Resolution Dialog 那么 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我们勾选Enable 就表示出现 就会有这个就是可用的话呢 就会出现弹出刚才 我们弹出的这个窗口 可以选择一些相关的属性东西 然后如果我们选Disable的话呢 就不会弹出来 就直接以全屏的运行 当然 Hidden by default 就是它一个默认的一个状况 我们现在Enable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这个可以选择我们的图像的一个大小 比如说有不同的分辨率 我们可以自行进行选择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图形 的一些质量 就是 这个就是最快速的质量 当然就是 消耗的性能最少 然后当然效果呢 也会最最差 它肯定会 影响一些质量 然后如果选Fanatic呢 就是说 质量是最好的 那一般就是选择一个中等质量的 因为我们是PC平台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选 我显卡性能也比较好 我直接选Fanatic 当然input 还可以就是选择一下 你的一些输入键啊 等等 对应的这种 好 然后我们还可以选 因为我的分辨率是12920x1080 当然我们还可以选其他分辨率嘛 然后其他分辨率 如果你是以全屏运行的话呢 它的分辨率就会比较低 当然我这个地方选1920x1080以window运行 大家可以看 我们点一下play 好像出现了一点问题 我们可以 好了好了 刚才好像出现了一点问题 我们再运行一下 刚才出现了 应该是它的 显示刷新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样 我们还是选1920x1080 然后不以window 我们可以play一下 这个地方要修改一下 如果不以window play 全屏play的话 这里 由于就是这个 录屏软件的问题 如果是全屏游戏的话 录屏软件 它暂时无法录制到 就是我们全屏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 运行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采用的方式呢 就是 还是以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要录 里面 就是正常运行的 我还是会 以这个方式 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我们 这个地方 我找到一下这个项目 然后 给大家看的话呢 我在运行的时候 还是选择 就是window的方式 给大家运行一下 但这个地方可能 要稍微动一下 可能就是因为显卡 会有一点眼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 正常可以游戏的过程 就是一个PC 进行一个游戏的一个过程 当然 我也可以设置一下 稍微把分辨率 改小一点 比如说我改到 1280x800 window的方式 play的话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分辨率稍微小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分辨率较小的 一种方式 进行的一个 play的一个操作 那么整个我PC的话呢 其实基本的流程就这样 然后这个地方呢 大家还可以看一下 就其他的一些选项就是说 在苹果上面 的一些选项 以及不用 user player log 就是打印用 使用就是玩家的一个日志 等等 这些我们都可以用到 但这就是我们刚才使用的那个图片 它有 不同的一个 大小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发布的PC上面是没有的 而 sitting上面的就是 跟网页的 是一样的 比如说 选项模式啊 颜色空间啊 还有就是 等等这些 系列的东西 好了 那么我们的 PC发布的话呢 就是比较简单 就这样基本上 两三步就能够实现了 那么其实我们制作的游戏呢 在uniti 当中其实看到的 就基本和我们 发布到PC端的 没有任何区别了 只是如果我们真的用 就是uniti来制作 PC端游的话 因为这个其实我没有用uniti来制作 过PC端游的一个经验 但是呢 就是通过一些 就是经验来看就是我们如果 用PC来制作就是端游的uniti制作端游的话那么在我们模型面数上面以及特效上面 都可以做的更加的精致和精细也能用更多的shader以及用更多渲染特效 包括时时光影啊什么的都能够用上去因为 现在的PC显卡性能非常强大的都能够支持的 那么相机屏幕特效也都是支持的不过呢 uniti最大强大的地方其实现在为什么他这么火其实也是因为 在移动平台上面他火起来了 而且现在手机 人人都有手机嘛 所以移动平台上面用uniti制作游戏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是因为这个原因 制作端游的话使用uniti制作的比较少 不过我知道的有一款就比较火的 就仙剑旗下嘛转6嘛这个大鱼制作的他是用uniti 不过国内制作的游戏效果们因为大鱼确实 比较缺钱嘛 然后那么多的粉丝等等待这个大鱼的仙剑旗下转6他的制作出来的水平 包括人物角色模型等等的质量和国外的那种3a的大作啊 那种比起来的话差距确实还是比较大 当然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引擎的问题 还有就是研发团队的心态的问题 因为毕竟现在国内市场的话大部分的 研发的话呢都是为了 制作快速出项目然后快速的洗用户的钱 然后在艺术性在可玩性上面 确实还有很多欠虚 我觉得所以同志们就是我们大家都还要努力 不仅要拿出应该有的制作游戏的态度来 我们要去做真正好玩有艺术性的游戏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其实真正做好了这些我觉得 受到了大家的认可赚钱的话其实也是自然而然的 好了 那么本节课的话比较短 希望 大家呢就是能够去尝试一下发布到PC平台 好本节课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本期真言就是 梦想破碎是没有声音的 他只是悄然沉默的离开 那么希望大家要勇怀梦想 在追梦的过程呢就是我们最美好的经历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好谢谢大家